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黑暗风电影《入侵脑细胞》 故事以暴力、死亡、流血、童年创伤为卖点 迪恩是一名儿童临床医生 目前在一家研究大脑的医疗机构工作 他的任务是通过高科技手段进入患者大脑的梦境 然后以沟通形式治愈孩子们幼小心灵受到的创伤 爱华就是一个童年受到创伤的孩子 六个月来,迪恩一直频繁进入他的梦境 但一直没有进展 爱华的父母埋怨耗费的时间太长 并且看不到任何希望 于是准备退出这个实验 但迪恩不想放弃 他有一颗仁爱的心 始终想医治这些孩子 几天后,一名男子和一条白色的狗走进一家厂房 他叫卡尔,是一名连环杀手 他将抓来的年轻女孩关进水柜里活活淹死 接着用漂白水将女孩漂白制成人偶 最后将自己悬挂起来 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获得快感 结束之后 这些尸体被抛尸荒野 并很快被警方发现 负责破案的是诺瓦克 他隶属于FBI 有着丰富的破案经验 如今这已经是第七名遇害的女孩 她们的共同点就是长得像羊娃娃 脖子上有项圈 另一边,卡尔已经瞄准了第八名受害者 他不明要命晕了她 等到女孩醒来时 伸出水柜中 外面白放着一台摄像机 这一幕差点让她崩溃 警方在事件时 他们从尸体上发现了一根白色的毛发 通过化验发现是狗公的毛发 并且患上了白饰病 而这种病状非常罕见 很快 他们通过对全市各个动物驿站进行排查 发现一名叫卡尔的男子 领养了这种狗 当特种部队冲进他的房子时 发现他因吸毒过量晕倒过去 在他的地下室 发现了许多的漂白水以及人偶 从录像上得知 卡尔将受害者挂到水柜里 让水慢慢注入 这个时间一般为24个小时 如今他们还没发现第八名受害者 这就意味着他可能还活着 不幸的是 医生告诉诺瓦克 卡尔患上了慧伦式综合症 这是神经分裂症中最严重的一种 他会让患者一直陷入昏迷 直到永远 而逮捕他的时候 正是他病发的时候 医生于世向他们推荐了一家机构 无奈 诺瓦克将他们转移到了迪恩的机构里 虽然进入一个变态杀人犯的潜移 是非常危险 但现在还有一个女孩生死被捕 迪恩还是同意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迪恩进入了卡尔的潜意识 在这里 他发现了一个阴暗诡异的世界 童年的小卡尔正在四处东躲西层 似乎十分害怕 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善良 当墙上的钟开始计时 小卡尔推开了迪恩 下一秒 锋利的玻璃从天而降 将眼前的马切割成了碎块 害怕的卡尔跑了 迪恩在后面紧追不舍 在一个昏暗的地下室 他发现了被害的女孩们 她们诡异却又不失美感 接着他找到了成年的卡尔 背上有一排钮扣 拖着几十米的长步 迪恩被吓坏了 按下紧急按钮后 回到了现实 他告诉诺瓦克 在梦境中 卡尔已经变成了一个王国的皇帝 在那里 他可以尽情的堕落 诺瓦克劝他 一定要问出那名女孩的位置 迪恩重整其鼓 决定再次进入卡尔的梦境 这一次他找到了小卡尔 将一块小镜子交给了他 声称 如果遇到危险 可以用它发射出反光 自己就回来救他 小卡尔一不小心打碎了一块盘子 隔壁房间的卡尔爸爸被惊动 他将迪恩藏到了衣柜里 从衣柜里 迪恩发现 小卡尔因为喜欢洋娃娃 被父亲毒打一顿 甚至还拿烫斗去烫他 迪恩不忍直视 当他回过头时 发现成年卡尔坐在浴缸旁 里面放置一名女孩的尸体 迪恩走上前去 声称可以帮助他 原来在卡尔六岁的时候 父亲为他举行了受敬礼 这是一个邪教的仪式 那一次他被淹得半死 身边的人只是冷眼看着他 于是在这个意识上 卡尔获得了重生 不是从母亲的子宫 而是从邪恶的水中 他让那些女孩淹死在水柜里 再用漂白水漂白 只不过是受敬礼的在线 让他们通过洗涤获得重生 卡尔致负的敌恩 给他戴上了项圈 他因此失去的自主意识 被困在卡尔的世界里 实验室外 技术人员发现了异常 一旁的诺瓦克健壮 打算用另一台机器进入里面 去唤醒敌恩 诺瓦克进入梦境以后 被镜子发来的反光吸引 小卡尔用这种方式 一步步引导他找到了敌恩 但对方显然被成年卡尔控制了思想 他诱惑着诺瓦克 接着卡尔趁机抓住了他 这个王国的皇帝 试图将他开膛破肚 慢慢的折磨他 诺瓦克痛哭不已 他朝着一旁的敌恩 说出了从档案上背下来的身世 用这唤醒了敌恩 他一刀刺在了卡尔的肩膀 成功救下了诺瓦克 突然他们又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里正是光牙女孩的梦境 连恩询问小卡尔女孩的位置 但他摇了摇头 反倒是诺瓦克 从水柜上的标志发现了线索 两人准备离开时 成年卡尔掠走了小卡尔 敌恩本想救他 诺瓦克按下了手中的按钮 此时光牙女孩的水柜里 小水变成了大水 另一边 诺瓦克来到了卡尔的地下室 发现了工作台上的商标 通过交易记录 发现有一个水柜卖给了一个工厂 后来工厂破产被州政府接管 然后雇了一个人去打理 这个人就是卡尔 根据地址 诺瓦克找到了即将被水淹死的女孩 他找来了工具 打碎玻璃后救下了她 未料当敌恩从卡尔梦境出来后 一直忘不了小卡尔 他将所有同事关在了实验室外 私自启动了程序 只是这一次并不是他进入了卡尔的梦境 而是让卡尔进入他的梦境 这里的世界充满阳光和爱 卡尔讲述 自己在很小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 他带回了家 因为害怕被父亲发现 于是淹死了他 小卡尔祈求迪恩杀了他 这样就结束了 但迪恩做不到 这时候他的世界发生了变化 黑化的卡尔找到了这里 但这是迪恩的梦境 一切由他做主 所以黑化的卡尔变得不堪一击 迪恩鼓起勇气 用刀子刺进了他的心脏 但黑化的卡尔与小卡尔本为一体 迪恩将炎炎熄的小卡尔抱进了水池里 让他在宁静之中死去 现实世界里卡尔已经死去 迪恩痛苦不已 故事的最后 迪恩的疗法获得了认可 他将爱华请进了自己的梦境 给他们带去爱和关怀 凭借着这种方法 他治愈了许多孩子 肉心脑细胞胜生命于2000年 卡尔的童年中遭受了暴力和屈辱 童年的不幸 致使他患上了双重人格 一边是善良的小卡尔 一边是黑化的成年卡尔 于是他幻想出一个梦境 自己是里面的王 可以喜欢养娃娃 可以拥有无数女孩 而他的杀人动机则源于那只鸟 他认为亲手杀死鸟 就可以避免父亲伤害他 所以他的动机是出于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